为了要让基层的远警在执行时能够有最安全以及最便利的装备 新北市警友会淡水办事处中山站的站长张文灿 在淡水分局长的陪同之下 今天上午到中山路派出所 致政配有高细柱反光条的新市警用反光背心 共有32件 希望能够提升警察在外执行的安全 为了要让基层远警在执行勤务时 能够有最安全以及最便利的装备 新北市警友会淡水办事处中山站站长张文灿 在淡水警分局长刘炯炫陪同之下 今天上午到中山路派出所 致政配有高细柱反光条的新市警用反光背心 总共有32件 希望能够提升警察在外勤务的安全 中山派出所 军阵这个是背心 防防背心 是来来关心同仁出行的安全 还有我们这个分局长一名的领导 我们做站长的应该要服务点小心翼翼 谢谢 谢谢分局长 谢谢所长 谢谢站长 还有我们一位各文都有你关心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中山金勇站的站长张文灿站站长 那他为了顾虑我们同仁在夜间执行的安全 那捐赠我们所有中山路派出所的同仁 美能一见心事的反光背心 那这对我们同仁在夜间执行的安全性能够大幅的提升 所以分局为了要感谢他对我们派出所的一个协助 今天特别利用机会 搬卸了一个感谢状 来感谢张站长对我们警政工作的支持 淡水警友会中山站站长张文灿表示 有感于远景日夜轮值扶行 常常需要在道路上指挥疏导交通 因此夜间反光设备对于远景的安全执行更为重要 而在受证的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表示 新式与目前使用的旧式反光背心相比 高细数反光条经过灯光照射 让远景在黑暗中更为明显 而另外多口袋设计也是可以放置许多的知情装备 减轻腰部的负担 功能除了他本身的反光之外还有多这两条 有反光档色跟远景会更亮 那同时他有制作一个证件套 然后可以夹那个微型录影机 然后可以夹着 那同时紧棍套紧棍带 那也有无线电带 就不用一面都夹在腰带 那旁边还可以手铐啦 那甚至小电脑 我们那个M police 他功能还蛮多的 就不用把那个压力 就不用一直分散在那个腰部 要一个心事的那样 但随警分局长刘总宣表示 中山警友站站长长期支持警务工作 不遗余力 时常关心同仁的勤务辛劳 往后同仁执情穿上的 不仅是警友站体贴远景的心意 更蕴含民众对于警察 维护侠内治安交通工作的期许 特别感谢警友站的支持 让同仁执情如虎天意 至于这许多安逸 在下转发到 谢谢大家